北京时间8月8日 NVIDIA正式公布了其在2022年的Q2季度营收 据初步数据显示 本季度NVIDIA总营收为67亿美元 远低于了预期的81亿美元 环比下降19% 同比增长3% 而实际的业务方面 游戏业务下滑最为严重 整体收入仅为20.4亿美元 环比下降44% 同比下降33% 表现大幅不及市场预期 而专业可视化业务和OEM及其他业务 营收分别为5亿美元和1.3亿美元 环比下降20%和12%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业务都在亏损 其中的数据中心业务和汽车领域业务 均是实现了38.1亿美元和2.2亿美元的营收 分别环比上涨1%和59% 但仍然是不及公司预期 而财报公布的同时 NVIDIA的股价跌幅也是一度突破了8% 针对于此 NVIDIA的CEO老黄表示 本季度受到重创的当时游戏业务 而营收下滑的主要原因 也是游戏产品的预期销量未达标 可能这就是大家所谓的真垫子扬尾 为此NVIDIA也表明 将在未来与游戏合作伙伴一起采取行动 调整渠道价格和库存 而调整渠道价格这句话呢 也就直接表明了显卡大概率会降价 至于能降价多少呢 各位玩家们还请拭目以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香港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给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